李家超是當選日 講到太太和家人時一度耿煙 他再感謝太太支持 說對方明白自己未來五年責任重大 事實上是因為我將會做的工作 五年是會艱辛的 比我家裡的時間少的 比我太太的時間少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始終覺得 有些是虧欠了家庭 虧欠了我的太太 我太太的身體 都是因為照顧家 由我很少時間去關心她 身體都會是較為需要照顧的 我應該是給多點時間照顧她 但是因為工作的理由 未必做得最好 這個我現在在未來五年 我都希望在既處理組工作 也都應該盡量關心她 港鐵華會送出十萬張免費單程票 港鐵華為慶祝東鐵線過海段通車 今個月三十一號下午兩點開始 在港鐵手機應用程式 登記用戶可以領取免費單程票 用來搭本地車程 有十萬個名額先到先得 東鐵線延伸到今中 不少鐵路乘客由新界過海 可以轉少幾次車 有了第四條的過海鐵路 來往港島多了路線選擇 怎樣搭才最快呢 東鐵線沿途各站到港島自然是搭到今中才轉車 住在馬鞍山附近搭屯馬線 港鐵就建議在大圍轉東鐵線過海 但如果是去北角和則如沖 在鑽石山和油塘轉車會快一些 新界西北由屯門、元朗搭屯馬線出來 以往不少人會在南昌轉線過海 日後如果要到中環至堅離地城 轉車的習慣不用改 但如果是前往金鐘至柴灣 坐屯馬線一程到紅磡才轉新線 每節省大約兩三分鐘 亦都被開了香港站 走到中環站的轉車步程 要選擇的還有到灣仔區的乘客 如果是去泳池或者其他運動場 其實之前的灣仔站是不方便 沒有匯展那麼方便 而且本來港島那裡還有巴士總站 在匯展旁邊其實在巴士總站 轉車其實會方便很多 主要去香港匯展艦中心進行一些活動 或者要幫忙 所以我會選擇匯展站下車 雖然東市線新增了匯展站 但就未有直接在匯展的新舊域 加設一個出入口 如果市民要去的話 就要經天橋的出口 走大約五分鐘才會到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 天文台台長鄭楚明 在本台節目講清講出話 近期正是測試新的雷達 加快預測暴雨集港情況 但仍然有限制 預計最快要到試驗幾年 才會有結論 現在這一刻 我們用的就是掃描一次 它差不多六分鐘後 掃描第一次 我們都在試驗另外類型的雷達 它的掃描不是以往的方式 它是會快很多 可能一分鐘已經掃描得到 希望如果用這些 將時間間隔縮短了 我們會早一點 只不過說 你早一點都是可能早五分鐘 所以你說去到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實在很難 它的限制就是 它掃描的範圍是小一點的 即雷達掃描得好 你要四面八方也要掃得到 但是香港就怎樣呢 很多山 自然很多地方被它阻擋了 它估計受到極端天氣影響 本港未來發出暴雨警告信號 會越趋頻密 但相信現在的信號級別和定義 依然合適 中學文憑市所有筆市 昨天完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感謝考評局和學校的抗疫團隊等等 付出的努力 林鄭月娥形容 文憑市在疫情下順利完成 令人鬆一口氣 今年文憑市在第五波疫情下籌備 更具挑戰 當局第一次要求考生和考務人員 每天做快測 減低考場感染風險 又是逐個彎設立特別考場 對抗疫團隊、考評局和學校人員 為考生付出的努力 表示衷心謝意 他又說文憑市對中六學生十分重要 不少考生用上幾年時間挑燈夜讀 為的是在公開市力增階職 所以過去三年 都要求教育局不要輕言取消 或者延時考試 並親自籌備各項的開校工作 天文台台長鄭楚明說 最近開始試用新雷達加強預測 信息發放 本港在內華南地區受到低壓槽影響 連日暴雨 內地部分地方和澳門曾提早宣佈停貨 本港就未有跟隨 天文台台長鄭楚明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 三地的氣象部門根據分析 已經有共識 今次的暴雨影響大 但怎樣應對 各自按自己的情況去處理 他說就算和一個大環境有暴雨 不同地方的降雨量可以相差很遠 舉例上個星期四 本港發出黃雨警告的時候 廣泛地區的降雨量最多是30毫米 澳門和珠海的南邊 就分別錄得超過50和90毫米 他說現在主要靠電腦程式做概略性的預測 再靠雷達做臨近預測 但最多只能夠預測20分鐘之後的情況 近期正式用新型雷達 較現在每6分鐘掃描一次快 即可能一分鐘已經掃描到 希望如果用這些 將時間間隔縮短了 我們會早一點 只不過說你早一點 可能早五分鐘 所以你說去到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實在很難 它的限制就是 它掃描的範圍是小一點的 即雷達掃描得好 四面八方也要掃得到 但香港就怎樣 很多山 自然很多地方被它阻擋了 他估計受到極端天氣影響 本港未來發出暴雨警告會月吹頻密 認為現在的警告級別和定義仍然合適 去年熱帶風暴獅子山雜說 市民上班上學遇多處的水浸 天文台只是發出三號強風訊號和黃雨警告 引起不滿 鄭採明說暴雨遇上強風 令到水浸加劇會改善發佈 他呼籲節約用電減少碳排放 舒緩極端天氣 無線電視記者 陳簡報道 疫情下本港一道罵外融風 隨著疫情緩和和放寬入境措施 上個月有超過4000個費用來香港 在菲律賓也有大批人正接受培訓 準備來香港的家庭工作 記者李由昆去過馬尼拉一間培訓中心看過 35歲的Amelia是單親媽媽 有一個11歲的女兒 她正在受訓準備到香港做家庭 Amelia在2006年護理系畢業 在私家醫院做了7年 之後到新加坡做外融 2019年回國之後 遇上疫情收入大減 到近期疫情放緩 有機會到香港打工 為了生活 不捨得女兒也要離開 I try to apply in hospital again But the salary is too little 4 months here 1 month only in Hong Kong 她也說香港比新加坡距離比較近 工資也較高 所以選擇到香港打工 訓練中心前年 一度因為防疫政策要全面關閉 直至一個幾月之前才全面重開 出於防疫原因 一些前期的課程改為網上形式 負負責人就說有時候效果不太好 負責人也對前景充滿信心 相信隨著疫情放緩 將來會有更多學員去到香港就業 無線電視記者李尤坤在菲律賓報道 去照顧